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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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個是我們剛剛講的一個演變 就是三個核心症狀他們變成兩個 那另外就是原來DSM4的時候的V1 那個語言磁環他們把它拿掉了 那這個拿掉的原因是因為有很多高功能自閉症 他們並沒有語言磁環的問題 比如說語言磁環的妥配性不是那麼高 但是如果你從實務的角度去看的話 三歲以下的自閉症語言磁環的比例其實蠻高的 但如果說三歲以上的話 那的確相對來講比例會低一點 但是三歲以下比例是蠻高 像至少我自己這十年來 我做的個案裡面自閉症三、四百個 我三歲以下的 其實裡面大概可能不到法案之物 說你會說他語言完全沒有磁環 幾乎不太有 所以語言磁環基本上 自閉症類型障礙症他們被發現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那當然很多家長帶來看就是因為語言磁環 但是他們不一定會認為他是自閉症 那這是一個問題 因為有很多語言出來的小孩子也會有一些自閉症特質 那當然他們需要比較長期多次的評估 那第三個這個部分這個也有講完 那第四個部分也講了 那同一性的強調就是說 這個跟Dism4有關 Dism4的年代基本上只有自閉症 他有很清楚的測斷準則是什麼 dism4的年代 選擇 コar商